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后备教程 今天来做麻鼠虎皮卷 先看看失败的案例 虎皮纹路是很清晰,但是卷起后开裂 它是有点影响美观的 来看看成功的案例 有一点厚度,然后又不开裂 虎皮的纹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看这软糯拉丝 麻鼠搭配虎皮,真的是一绝 难怪很多甜品店都用这个组合 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的爆款 今天教你在家轻松搞定虎皮卷 我今天磕了几十个鸡蛋 做了三盘的对比效果 我们先把操作步骤过一遍 然后再来看对比 先制作麻鼠的部分 把糯米粉,玉米淀粉,细砂糖,牛奶,玉米油 搅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扎几个孔 上锅蒸,我这个配方量比较少 大约蒸了25分钟 蒸好后扒开底部看没有液体沉积 就是蒸透了 戴上隔热手套,趁热,抓 捏,揉 这个步骤就是麻鼠拉丝的关键 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不然会粘到你怀疑人生 也可以像这样反复拉扯 能拉扯出一张这样的薄膜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锅里还有一点余温 50度的样子 把蛋黄扔进去保温一下 温热的蛋黄更容易打发 夏天的话这个步骤可以省略 然后加入细砂糖就开始搅打 整个过程大约是十来分钟 打发至蛋黄膨胀 颜色变浅后如果你不确定它的状态 可以随时提起打蛋头来查看 低落的痕迹快速消失是肯定不够的 继续打发至提起打蛋头 痕迹能留个两三秒的样子 还可以像这样画八字 痕迹也是消失的速度比较慢 这个状态就可以加入滴粉 像这样过筛铺满整个蛋黄的表面 可以减少滴粉结块提升翻拌效率 翻拌后还有一些小疙瘩就不用管了 这一盘蛋黄的重量大约是210克左右 分量比较大 导入烤盘可以看见它流畅度也可以 重点来了高温快烤 这是起虎皮的关键 这一盘的烘烤温度我打在屏幕上 出炉后可以看见虎皮的纹路并不明显 蛋黄的用量大 这盘虎皮卷的厚度达到了1.8厘米的样子 来看看第二盘 这盘的蛋黄用量减少到了120克 其他材料也是等比例的减少 导入烤盘就需要借助刮刀往四周推开面糊 烘烤温度时间和第一盘一样 烤后纹路非常的清晰 高度为1.2厘米的样子 这样整张看着 它们的柔软度都是还不错 下面就是组装 会用到海苔肉松和沙拉酱 直接对半切开 宽度大约是13厘米 根据你的口味来决定沙拉酱的用量 我是抹的薄薄一层 麻薯的用量是90克 需要拉扯一点长度后放入 直接卷起 注意看它开裂了对吧 所以说高温快烤是没有问题 但是烘烤的时间需要注意 烤太干 这个虎皮卷 你卷的时候它容易开裂 这次又做了一盘 配方你多加了14克的蛋黄 也是我给到你们的配方 把这个烘烤时间缩短了一分半 来看一下烤后 虎皮的纹路也还是很清晰 而且烤色也挺漂亮的 卷起后不开裂 切6厘米一个的长度 来看看这盘虎皮卷卷好的效果 厚度纹路烤色都是不错了 剩下就是最后的组装了 沾一点点沙拉酱 再沾点肉松就可以开吃咯 总结一下 虎皮卷不需要太厚 按照配方操作 蛋黄打发到位 烘烤的温度很重要 如果说烤太干了 抢救方法 用保鲜膜包裹着卷起 可以减少开裂 今天的照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千千 下期再见